你好,今天为你准备的书是《纳兰词》。 提到《纳兰荣若》, 人们首先会想到他写下的那些爱情词, 比如那句著名的《人生弱指如初见》。 爱情词可以说是纳兰词中最具特色, 也最能代表其个性的作品, 堪称其词中的精华。 《纳兰词》这本书, 收录了《纳兰荣若》的大部分词作, 也是他一生情感经历的真实写照。 《纳兰荣若》的词一向以情真意切, 甚至细腻著称。 读《纳兰词》不仅可以领略 传统文学艺术的风采, 同时也能进一步认识 《纳兰荣若》这位情场坎坷的深情公子。 《纳兰荣若》的家族十分显赫, 隶属满洲正皇旗, 是满族八旗中最风光最有权势的家族, 也就是我们经常在宫斗剧中听到的 《叶赫纳拉》是。 显赫的出身, 惊人的才华, 天生的灵气, 《纳兰荣若》似乎从出生那天起, 便高人一等。 但上天是公平的, 他在给予你一样东西的同时, 必然也会收回另一样东西。 对于《纳兰荣若》来说, 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才华与出身, 但他却自幼身体孱弱, 长大后更是情路坎坷, 郁郁寡欢。 因为身体不好, 《纳兰荣若》时常独卧病塌, 心中空怀抱过热血, 却无处施展。 因为情路坎坷, 他总是忧郁伤感, 虽勇于追求, 却终是爱而不得。 也许, 《纳兰荣若》从出生那天起, 就早已注定, 终其一生也无法纵情自义地活着。 那么, 《纳兰荣若》的一生, 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痛苦与无奈呢? 他深受后人追捧的《纳兰辞》, 又有什么样的特色风格?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解读《纳兰辞》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带大家一同走进纳兰荣若的内心世界, 了解他的传奇人生。 你将会了解到, 纳兰荣若的初恋女友究竟是谁? 你还会知道, 卢氏为什么能够成为纳兰最深爱的女子。 除此以外, 你还会了解到, 一向以艾婉著称的纳兰词, 也曾有过雄壮豪迈的一面。 下面, 让我们开始本书的内容吧。 如果要在网上发起一个爱情八卦投票活动, 那清代一定能名列前茅。 从皇帝到侍卫, 从宫里到宫外, 影视剧的蜻蜓里, 各种爱情传说, 绯闻八卦是层出不穷。 我们就来说说, 有关纳兰荣若的爱情八卦。 既然纳兰荣若是当时的大名人, 那关于他的绯闻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在很多野史中, 纳兰荣若有个心爱的表妹, 后来被选进宫里做了皇妃, 使得纳兰一直念念不忘, 甚至不惜冒着风险在宫中私会。 后人猜测, 纳兰和他这位传闻中的表妹, 也许是《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原型。 据说, 当初乾隆皇帝在看过《红楼梦》之后, 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此乃明珠家世作业。 意思说, 这写的是明珠家的事情, 纳兰明珠就是纳兰荣若的父亲。 也正因如此, 才会有人认为, 明珠是贾政的原型, 他的儿子纳兰荣若是贾宝玉的原型, 至于那位传说中的表妹, 大概也是由此诞生。 在传闻中, 这位表妹与纳兰荣若是青梅竹马, 而且纳兰荣若早已把她当作了相伴一生的良人, 但不幸的是, 两人最终还是被生生拆散了。 因为按照清初的规矩, 反倒选秀女之年, 家里有13岁到15岁少女的八旗家庭都必须参加选秀。 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 所有齐人家庭都不能拒绝, 而且这也是给八旗贵族的一个福利。 通过选秀, 很多女子能在一席之间飞上枝头变凤凰, 也有很多家族能够迅速崛起。 那时候, 纳兰荣若的父亲尚未成为康熙器重的大臣, 所以她急需找一条渠道让自己飞黄腾达, 而与皇室联姻不正是最好的途径吗? 比起家族利益, 个人的一些情爱牺牲是微不足道的。 纳兰荣若虽然失去了表妹, 但纳兰家族却有了青云直上的机会。 纳兰荣若简简单单的一句, 一生一代一双人, 说的便是自己与表妹的理想爱情。 但就是这天造地设的一生一代一双人, 却不得不争叫两处销魂。 本是青梅竹马, 却只能分居两处, 更残酷的是两人明明近在咫尺, 却连面也见不到, 这又是怎样的痛苦呀? 对于表妹来说, 自从入宫的那刻起, 就需要向自己今后的命运低头了。 因为他知道这是自己无法反抗的事情。 可纳兰荣若不甘心, 即使注定不能在一起, 他也要拼尽全力去见表妹一面。 当时的纳兰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 再加上本身也会些武艺, 所以有时候一冲动, 难免会做出些叫人瞠目结舌的事情来。 照理说, 后宫是任何外臣都不得进入的, 但纳兰荣若偏偏偏偷偷溜进去了, 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表妹。 两人见面时的情景, 也被纳兰荣若记了下来。 相逢不语, 一朵芙蓉筑小运红巢, 斜流还心, 指凤翘。 带将低换, 只为宁晴孔人见, 欲速幽怀, 转过回栏, 叩欲差。 可即便见到又能如何, 不过是图惹相思, 更添愁绪罢了。 如果一旦表露出什么情绪来, 便很可能给整个家族带来灾祸, 于是纳兰只能把自己的相思之情 深深埋在心里。 正如张爱玲所说, 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到处都是传奇, 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 胡琴咦咦咦咦的拉着, 在万盏灯的夜晚, 拉过来又拉过去, 说不清的苍凉的故事。 无论这位表妹的传闻究竟真实与否, 但纳兰荣若的这段初恋故事, 都牢牢被后人记住并广为流传了。 说完了纳兰荣若的初恋女友, 我们接着说一下她最深爱的妻子。 根据正式记载, 纳兰荣若先后共有两妻一妻, 其中最让她念念不忘的便是原配妻子卢氏。 由于初恋表妹被送进了皇宫, 一度让纳兰荣若对爱情失去了信心, 正所谓失之东瑜, 受之桑语, 儿子情路不顺, 老子却观怨亨通。 在表妹进宫不久之后, 纳兰的父亲明珠便被皇帝任命为兵部尚书, 其他人见纳兰家声势日龙, 便千方百计地前来八戒, 其中最直接的一种手段就是联姻。 纳兰家的蒸蒸日上, 再加上纳兰荣若的财名远播, 这让很多达官贵人都把纳兰荣若视为理想中的金龟婿。 明珠自然也知道自己儿子有多么炙手可热, 但她是绝不会做赔本生意的, 她一定要给儿子找一个今后对自己仕途有帮助的妻子。 作为一个父亲, 明珠必然是想要儿子幸福的, 可明珠不仅仅是荣若的父亲, 她也是纳兰家的家主, 她还要把家族利益考虑进去, 于是她选择了梁广总督卢星祖的女儿卢氏。 这门婚事在当时来说, 称得上是一场天作之和, 双方门第相当算是权贵与权贵的结合。 男方才气逼人,女方贤良淑德, 无论于公于私, 都是令外人羡慕的婚姻。 在包办婚姻的古代, 只要双方父母拍板确定了, 这婚事基本算是板上钉钉, 至于当事人双方怎么想, 都是无关紧要的。 而且当时礼教之房极眼, 对于自己的另一半不到新婚之夜, 是看不到对方真面目的。 关于彼此的所有信息, 都只是通过别人之口来了解。 至于婚后是喜是忧, 那终究要归之于天意了。 也就是在婚前, 纳兰荣若写下了一首《临江仙》。 绿叶成阴春尽也, 手工偏护星星, 流江颜色未多情, 分明千点泪, 著作《玉湖冰》。 读卧文缘方并渴, 强年红豆愁青, 感情珍重暴流英, 细化须自爱, 修纸为花疼。 纳兰荣若的词作里, 以爱情为主题的占了大多数, 只不过这首《临江仙》, 比之以前的纯洁爱恋, 更多了一缕忧郁的清冷味道。 绿叶成阴春尽也, 是化用了唐代诗人杜牧诗中的句子, 这其中也藏着一个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 故事讲的是, 昔日诗人在家乡遇到一位清新的姑娘, 又担心自己配不上她, 于是决定去京城打拼前途。 等到多年后, 她终于成为一名官员, 觉得已经有本钱去提亲了, 于是返乡, 那只昔日的心上人早已成婚多年, 连孩子都有几个了。 诗人遗憾之际, 便写下了《绿叶成阴,子满枝》的诗句。 可见, 此时的纳兰在经历了初恋的离别后, 对爱情与婚姻更多了一份担忧。 她既对未来妻子充满了憧憬之情, 也对未来的婚姻感到迷茫。 自己的妻子究竟是怎样的人呢? 我们在一起会不会幸福啊? 这些都是纳兰荣若无数次在脑海中思考的问题, 不过她很快便有了答案。 史书曾这样评价纳兰荣若的妻子卢氏, 生儿婉联, 品性端庄, 真气天晴, 功克礼典。 简单来说, 这卢氏有才有貌有德, 是很多男子梦寐以求的窈窕淑女。 卢氏嫁入纳兰府后, 不但得到了公婆的喜爱, 更俘获了纳兰荣若的心。 众所周知, 纳兰词整体风格都偏向轻力挨挽, 但在其中也有例外。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 在与卢氏相处的那段时间里, 纳兰词多有轻松欢快之作, 带着难掩的幸福。 比如这首《蝶恋花》, 就将一家人生活中的和美画面 生动细腻地描写了出来。 路下亭科缠响歇, 沙壁如烟,烟里玲珑月。 并住乡间无可说, 樱桃暗节, 丁香节。 孝卷青山鱼子鞋, 势扑流盈, 惊起双七叠。 寿断玉妖孤粉叶, 人生纳不相思绝。 只可惜, 美好的事物往往不是长久的, 正如白居易《长恨歌》中所说,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纳兰荣若夫妻的幸福时光, 满打满算, 不过三年而已。 三年之后, 卢氏因难产而死, 纳兰荣若终究逃不出那 惠极必伤, 情深不受的魔咒。 卢氏的离开啊, 彻底带走了纳兰荣若 对美满爱情的期望。 此后, 再也没有哪个女人能让她重新体会到爱情的甜蜜, 即便是她后来的红颜知己, 沈婉也不行。 昌言道, 仗义美多土狗辈, 由来侠女出风尘。 明末清初, 江南秦淮却是出了不少有名的风尘女子,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秦淮八雁。 沈婉虽然不像秦淮八雁那么知名, 但在江南也是小有名气。 她是地道的江南才女, 十八岁时便能作诗填词, 并有著作《选梦词》流行于世。 纳兰荣若就是因为见到了她的选梦词, 才一下子被其才华所倾倒。 起初啊, 两人就像是互相欣赏的笔友一样, 书信交马, 接着渐渐互生好感, 最后决定见上一面。 虽然后来两人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但沈婉却一直没有成为纳兰荣若的正式妻子。 由于沈婉是汉人, 当时满汉不通婚, 所以她根本没有资格进入纳兰府, 因此纳兰荣若只好把她安置在德圣门的外宅内。 沈婉知书达理, 才学不输纳兰荣若, 两人在文学上颇夺共同语言。 这个时候的纳兰荣若 已经有了官职在身, 她是康熙皇帝跟前的大内侍卫, 公务十分繁忙, 再加上本来就是有家事的人, 所以与沈婉在一起的时间少得可怜。 沈婉虽然对纳兰荣若的公务繁忙没什么怨言, 但日子一长难免也会有一些多愁善感, 半年之后她还是选择了离开, 回到属于自己的世界去。 沈婉离开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 知分连理, 绝姻缘。 当时的沈婉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无心的一句话竟一语成衬, 她这一走便是永别, 半年后, 纳兰荣若秉逝。 在介绍完纳兰荣若的爱情之后, 我们最后来讲讲她的边赛之旅。 在康熙十六年的时候, 纳兰荣若正式踏入官场, 成为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 大家听到这儿啊, 可能会有所疑问, 诶, 纳兰荣若才名冠决天下, 怎么着都该是担当文职才对啊? 为什么皇帝给他的官职 是御前侍卫这样的武职呢? 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啊, 我们就先要了解什么是御前侍卫。 在清朝, 御前侍卫是天子的侍从, 也就是皇帝的贴身保镖了。 既然是皇帝的贴身保镖, 那自然需要十分可靠的人来充当。 而满清八旗中的贵族子弟 正好符合这个要求。 与其说, 御前侍卫是一个官职, 倒不如说他是一个跳板, 一个让人青云直上, 飞黄腾达的跳板。 这一职位不仅待遇高, 地位尊贵, 而且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清朝, 由侍卫出身, 最后官职公卿将相的人不在少数, 像纳兰荣若的父亲明珠, 就是从侍卫做起, 最后成为五英殿大学士的。 还有与他同朝的索额图, 也是从侍卫到宰相过来的。 所以啊, 在当时, 一个人若是能当上御前侍卫, 那这个人的前途一定会十分宽广。 以纳兰荣若的出身与才华, 自然而然就成了御前侍卫的不二人选。 其实, 满洲贵族们从小便学习骑舍, 纳兰荣若不仅裁名爵士, 他的骑射武艺也相当不错, 只不过后来他的辞名远远盖过了武艺上的成就, 从而给人他只会闻不会武的错觉。 无论纳兰荣若如何伤春悲秋, 但他骨子里依旧继承了先辈们马上打江山的豪迈, 所以当他来到边塞时, 胸中顿声豪气, 许多大气磅礴的边塞词作也就喷博而出了。 对于纳兰荣若的边塞词作, 王国伟曾在人间词画中予以高度评价。 明月照姬雪, 大河流日夜, 中天玄明月, 黄河落日圆, 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 求之于此, 为纳兰荣若赛上之作, 如长相思之夜深千丈灯, 如梦令之万丈穷, 龙如人醉, 新颖摇摇欲坠, 差尽之。 在王国伟看来, 纳兰荣若的边塞词足以与王维, 陈申等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的诗作相提并论。 有一次, 纳兰荣若跟从康熙皇帝北上, 一路走到山海关, 这对一直居住在京城里的他来说, 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他第一次见到了塞外呼啸的寒风, 鹅毛般的大雪, 这雄魂的北国风光让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触动, 素来清理哀晚的此风也随之一变。 纳兰词中偶有的雄魂之作大多出自这个时期,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这首《长相思》了。 山一成, 水一成, 身向鱼冠, 纳盼行, 夜深千丈灯, 风一更, 雪一更, 甜碎香心, 梦不成, 故缘, 无此生。 此牌子看起来很疑你, 可内容却一点也没有儿女情长, 反倒是一派豪迈激昂, 生动地描写出了行军图中野外素营的雄状画面。 难能可贵的是, 虽然这首《长相思》中浓浓的满是思乡之情, 但却一改纳兰荣若以前缠绵翡测的哀晚风格, 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豪迈慷慨之气。 我们总是习惯把词分作婉约词和豪迈词两大类, 其实这种定义是很不准确的, 因为有很多文人既能写好婉约词, 也能写好豪放词, 比如写出《醉里挑灯看见》的新积极, 也能写出《默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婉约之词。 写出《莫道不消魂》, 连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的李清照, 也有《圣当作人节》, 死亦为鬼雄的豪迈之句。 纳兰荣若也是如此, 在他的词作中不仅有哀婉之气, 也有豪迈之语, 因此赛上词成了纳兰词中一模一样的光彩。 当然, 纳兰荣若之所以能写出这样雄壮豪迈的边赛词, 还要得益于他在边赛上执行的一些任务。 在康熙二十一年的时候, 为了阻止沙俄难亲, 康熙皇帝派遣180名亲信, 以狩猎为名, 沿着黑龙江一路往北, 最后到达雅克萨。 当时的雅克萨已被沙俄占据, 这一百多号人便乔装打扮成猎户的样子, 深入虎穴, 最终成功打听到敌人的虚实, 为三年之后雅克萨之战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而纳兰荣若就是这一百八十人中的一员, 只可惜的是, 在这场收复领地的战争中, 纳兰荣若只参与了前半部分, 因为他的人生已走到了尽头。 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 纳兰荣若病故, 是年三十一岁。 一代辞宗就此逝去, 只留下这回味无穷, 经久不衰的纳兰辞。 好了, 听到这里, 你已经了解了纳兰辞这本书里的精华内容, 主要从三个方面为你进行了介绍。 首先, 我们了解了纳兰荣若的初恋女友。 纳兰和她的表妹本是青梅竹马, 只可惜造化弄人, 表妹被选进宫里做了皇妃。 纳兰虽然一直念念不忘, 但终究无可奈何, 只能将哀伤悲婉之情寄托于此作之中。 然后, 我们分析了卢氏为什么能够成为纳兰最深爱的女子。 卢氏有才, 有貌, 有德, 是很多男子梦寐以求的窈窕淑女, 而且她在很多方面都与纳兰荣若极为相似, 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心有灵犀。 在与卢氏相处的那段时间里, 纳兰词多有轻松欢快之作, 带着难掩的幸福与疑泥。 最后, 我们了解到, 尽管纳兰词以哀婉著称, 但其中也出过雄壮豪迈的作品。 纳兰荣若的词作中, 不仅有哀婉之气, 也有豪迈之语, 赛上词更成为了纳兰词中一模一样的光彩。 孤语说, 诗言至戈永怀, 从一个人的诗词作品中, 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人的内心世界与情感表达, 继而达到以鼓为师, 以人为鉴的目的。 王国伟评价纳兰荣若, 说他以自然之眼观物, 以自然之舌言情, 北宋以来, 一人而已。 好,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